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昨天平安 最近首尔也有这样疫情爆发的趋势 真的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去做这样的防护 特别是我们上下班的弟兄姐妹们一定要多多来注意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首重新得力这首赞美 真的希望等候耶和华的B重新得力 能够让我们带着这样的盼望和信心 一起来告白这首赞美 我们等候主B重新得力 B重新得力 我们B重新得力 我们等候主B重新得力 B重新得力 我们B重新得力 哦主 当全道永远 我南 lluv欧 际上会 B重新得力 友谩 colin 软弱自我更强 你使我如影尘尺伤痛 我们等候主必重新得理 必重新得理 我们必重新得理 我们等候主必重新得理 必重新得理 我们必重新得理 主长全道永远 你是有温和盼望 主你是永恒的圣帝 我永恒与上帝 你无困乏也有无疲惫 你发誓你赐我力量 软弱自我更强 你使我如影尘尺伤痛 祝你是永恒的圣帝 我永恒的圣帝 你无法也有疲惫 你发誓你赐我力量 而我赐我更强 你使我如影尘尺伤痛 哈利路亚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理 是的主啊 真的希望在这样的疫情当中 能够让我们更加的去依靠 仰望你 主啊 也真的是首尔 现在有这样爆发的趋势 也真的是全然交在你的手中 主啊 真的求你能够祝福 医治这地 这样的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哈喽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神 让我们今天又通过 把灵修在这里见面 这个昨天呢 突然首尔啊 在新道林站附近呢 有一个大楼哈 那么它里面爆发了 这个群聚感染的事件 所以呢 首尔的这个疫情 突然的加重 加重 都很紧张起来 是的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还是要 做好各样的防护的工作 不要有一点一毫的 这样的疏忽 疏忽 我们呢 要彻彻底底的 来做好自我的准备 然后彻彻底底的 我们要祷告 仰望 依靠神 这才是真正的信心 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们 能够继续做好 这样的防护的工作 特别上下班的弟兄姐妹们 真的真的要 做好这样的防护的工作 最新呢 我们看 有一种帽子 前面戴着这种遮的 这种 有贴的 有拉链式的 希望我们上下班的 买这样的帽子 以免有这样的 飞沫的这样的感染 感染 所以希望大家呢 做好防护 然后在家的 学生 等待开学的弟兄姐妹们呢 也继续做好 这样的彻底的 自我的保护的工作 那么昨天 看到有几位弟兄姐妹 他们真的在家里 待得受不了了 很难受 那么 希望大家能够在白天 或者晚上的时候 人少的时候 到这个公园 或者家附近的公园 或者是河边 走走 运动一下 到操场上去运动一下 活动活动 筋骨 也会对我们有帮助的 但是一定要戴口罩 做好这个防护的工作 愿神保护我们 那么今天呢 我们继续来分享灵修 今天的灵修是约翰福音 十九章 十七到二十七节的经文 我来读给大家 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 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 到了一个地方 名叫独楼地 西伯来话叫各个塔 他们就在那里 定他十字架上 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定着 一边一个 耶稣在中间 比拉多又用牌子 写了一个名号 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 拿撒勒人耶稣 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 因为耶稣背定十字架的地方 与城相近 并且是用西伯来 罗马 希腊三样文字写的 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 不要写犹太人的王 要写他自己说 我是犹太人的王 比拉多说 我所写的 我已经写上了 兵丁既然将耶稣定在十字架上 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 每冰一份 又拿他的礼衣 这件礼衣原来没有放 是上下一片之城的 他们就彼此说 我们不要撕开 只要念究 看谁得着 这要因念经上的话说 他们分了我的外衣 为我的礼衣念究 兵丁果然做了这事 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 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姊妹 并格罗百的妻子 玛利亚和摩达拉的玛利亚 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 站在旁边 就对他母亲说 母亲 看我你的儿子 又对那门徒说 看你的母亲 从此 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父神 感谢你今天我们在这里做灵修 真的主要求祝你向我们说话 愿祝你十字架的恩典 今天也大大的浇灌充满于我们一起统战 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今天的经文呢 记录了很多的事件 可以说五个事件 一个是耶稣背十字架 刀格格他 第二个耶稣 同两个犯人一起定十字架 第三个呢 是给耶稣比拉多定了一个牌子 犹太人的王 第三个呢 是分耶稣的衣服 罗马兵丁分耶稣的衣服 第四个呢 第五个呢 就是耶稣向门徒 这个门徒其实就是这个约翰 把自己的母亲交托给他 那么按照篇幅呢 我们分享后面三个 因为记录的比较多 我们就分享后面的三个 那么第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比较多呢 把耶稣定在十字架上面以后 在耶稣的头上定了一个牌子 上面写着犹太人的王啊 那么比较多定的时候 这祭司长很不乐意 很不愿意 他们说不能这么写 你呢 要说他自称为犹太人的王 但是比较多说呢 我所做的我已经做了 那么不管这个比较多用什么意图写的 在这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告白 不是他的告白 是我们所有人的一个告白 是什么 耶稣是王 因为他写的时候很有意思 也没有只写西伯来文 他写了西伯来文 罗马语和希腊语 可以代表当时的 这个所谓的全世界 全世界 那么耶稣 他是王 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点就是这个 耶稣是王 他是我们的王 他不仅是犹太人的王 他是全世界的王 是我们的王 不仅是两千年前的王 是今天我们的王 也是未来的王 他是 西在金在以后涌在的永永远远的我们的王 耶稣是王 他掌管我们的生命 那么耶稣是我们的王 他如何成为我们的王 他我们在这里看到的 他不是用武力 不是用枪杆子 不是用暴政 不是用手段 不是用这种政治 不是用欺骗 不是用这个属人的方法 耶稣做我们的王 他是用十字架的死 他用他的爱做了我们的王 我觉得耶稣啊 那他爱我们 这世上哪有一个这样的王 爱自己的臣民 能够为自己的臣民死在十字架上 而死的 背负所有百姓的罪而死的 只有一位 那就是耶稣基督 各位兄姐妹 耶稣如此的爱我们 他没有为了自己的人气 做什么任何欺骗人的 或者是愚弄人的 或者使用他的强权 没有动用任何的舆论 而是自己爱自己的百姓 为自己的百姓 死在十字架上面 耶稣的爱 耶稣何等的爱我们 因为今天早上 这耶稣的爱 再一次能够在我们里面 感动我们 恢复在我们里面 爱我 为我而死的王 这才是真正的王 各位兄姐妹 真正的王 能够爱自己的百姓 为自己百姓死的王 才是一个真正的王 所以各位兄姐妹 我们作为这样的王的一个百姓 我们也要活出一个这样的生命来 爱人的生命 关怀人的生命 不是用手段 方法 来去得着人的人气 或者什么 而是爱别人 我们 那么最近我们什么做不了 我们就为别人祷告 我们给别人去传福音 我们可以发微信 祷告 各位兄姐妹 真的让我们 里面充满耶稣的爱 也让我们活出这爱我们的 为我们 爱我们 能够为我们而死的王的百姓的生命来 第二个在这里面看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分耶稣的衣服 罗马兵兵 撕了耶稣的外衣 分了四份 分了 然后呢 他的礼衣呢 是用怎么样呢 暂揪 粘揪 然后来分了 他们这句话呢 也是彻彻底底阴云了这个预言 二世纪说什么 这要因念经上之的话 他们分了我的外衣 为我的礼衣 念究 彬丁 果然做了这事 所以耶稣的一切 都是神所计划的预言的成就 这么一个 你看 这么一个细小的 为什么分衣服 对一个人死了 他的衣服有什么重要的呢 也不是这个金履衣 也不是这个龙袍 所谓的皇上的衣服 只是一个 可以说破 我破旧的一个这样的衣服 为什么还要这么详细的记载呢 告诉我们这是真的 并且告诉我们 上帝多么爱我们 彻底的计划 彻底的预言 彻底的成就 各位弟兄姐妹 神就是这样爱了我们 一切一切都是计划当中 并且呢 神施行 神成就 成就 所以我们得救 是彻彻底底的 在神的爱的计划里面 和神的 作为里面 神自己施行 成就里面 那么我们 所以我们要应用 真的今天我们的生活 都在神的旨意和计划里面 这样的疫情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可能我们因为修学 我们因为 这个学业工作 受了很多的耽误 但是我们这个时候 要仰望神 神的你的心意在哪里 我们要找到这个 我们要找到神的引领 在哪里 抓住这个 我们的人生的事件 跟耶稣联系在一起 那么都会成为祝福 不管是我们遇到的 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都来仰望主 都通过耶稣的眼睛来换 通过耶稣来解决 那么最终它都会成为一种祝福 所以各位兄姐妹 仰望主 依靠主 求主来引领我们的生命 让祂来成就 让祂来引领 带领 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 就是耶稣把自己的母亲 交托给这个约翰 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的这个真的责任 作为一个完全的人 耶稣 祂在这地上的母亲 玛利亚 那么最后 祂交托给约翰 让约翰来 来抚养自己的妈妈 在这里面有两个 一个是什么呢 耶稣的彻底的 作为长子的这种责任 各位兄姐妹 我们真的做 我们都有自己的爸爸妈妈 我们要真的 孝敬我们的爸爸妈妈 在这样疫情里面 有没有为爸爸妈妈祷告 每天 每天都要为爸爸妈妈祷告 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们 每天每天都要为爸爸妈妈祷告 然后 也这两天 他们担心 要经常跟他们微信 来通话 真的做好 然后我们真的 有机会 真的要好好地孝敬爸爸妈妈 这是我们应该的本分 应该的本分 然后在这里面看到 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都成了怎么样 弟兄姐妹 在耶稣里面 耶稣对约翰说 看你的母亲 那么耶稣跟约翰的关系是什么 一个弟兄的关系 不是这个师父和徒弟的关系 是一个怎么样 不是老师和门徒的关系 是兄弟的关系 在耶稣里面 我们关系的变化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真的祝愿大家 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 第一个 耶稣是我们的王 让这位王掌管我们的生命 第二个 真的让我们再一次看神的计划 神的统治 把我们所有的生命交托给他 仰望他 和耶稣联系在一起 求他来带领 然后第三 真的在这里面 让我们效法耶稣 真的能够对我们的父母 对我们的家人 更加地去爱 用我们的生命去爱他们 用我们尽心尽性地来去爱他们 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 尽力地爱我们的神 单单地爱神 然后我们要怎么样 爱我们的灵色 爱我们的家人 像爱我们的身体一样 祝我们弟兄姐妹们 今天都有这样的感动和恩典 在你的生命里面 各位弟兄姐妹 希望大家在话语当中 继续地努力 继续地加油 然后每天晚上九点的时候 一定一起来祷告 为我们自己 为了教会 为了我们的家人 为了这个国家和民主 我们都要在神面前祷告 求神来带领祝福 好愿神祝福 与大家一起同在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哈利路亚 亲爱的父神 感谢你 真的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 去生活 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旨意里面去生活 让我们真的能够活出你爱的生命 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下期待会儿